Hello 各位同工 大家好 我是夏sir 今天我们想讲讲 如何用Georgibert 去做一个小学科的教育件 就是找一个多边形的周界 这个方法叫做推边法 一个类似一个楼梯的团圆 其实是一个多边形来的 就找到它的周界 基本上这个是来自一个worksheet工作者 或者书本里面的教材 如果你将它写一个地址法工具 其实它这个多边形的周界 基本上这些边如果你推到最尽 它就变成一个简单图形的周界 那个图形就是一个正方形 其实它和这个正方形的周界 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50cm乘4 就是200cm 但是留意这个周界推到四一边 但是它的面积其实没有变到的 各多边的面积仍然是绿色这一块 只不过周界是一样 这个就叫做推边法 所以其实就是如果有这样的教育 这边上课可以给学生有些互动 参与有些探究 这里特地弄到 只是这四条边是可以移动的 其他的边都是移动不了的 是移动不了的 有些规范 不是每条边都推的 某些边才值得推的 那我们今天就会讲一下 怎样用Jorge化去做 当然这个电子方法是其中一个方法 去教这个topic 类似一个楼梯形状的周界 那其实可以用实物都可以的 例如用竹签 牙签 实物 我也喜欢用实物的 学生做完拍照 拍照 就像这样 扔上这个topic 或者这个pad 但是如果用Jorge化的好处 就是说电子化 那你做个KR Code 学生可以用Hipad 即刻可以用得到 而且你可以自己在Jorge化 设置一些限制的 用Jorge化 本身的工具 那他都很多东西玩的 那如果懂得做的 其实都可以做到一些 很customize的教材 很适合你的学生的需要 那如果你google一下 实物教学推编法 你发觉似乎都不是太多人 用过这个approach的 那其实推编法 其实可不可以用实物去教 譬如牙签签去做呢 那我试试google一下 那实物教学推编法 那似乎除了找到一些工作字之外 似乎都找不到一些 就是有老师试过用这个方法 就是分享在网上 那当时Jorge化有个好处 就是电子方法 就是类似这样 那这个好处就是 你不用准备实物 那有没有平板电脑 或者iPad 那这样就搞定 那但是用电子方法 记住 那George化都要做一些 这样的setup 那当然呢 就要学一学 怎样做 那另外就是 如果你说其他的方法 那样 譬如Padlet 或者Nearboard 通常呢 你都是学生 用这个iPad上面画图 那George化的好处就是 可以设置一些限制 比如令到这些边的长度 然后呢 你推它的时候呢 会保持长度不变 那样 那但是整的时候呢 都有一些技巧要注意 那样 就是Jorge化的特性 那样的 如果你整开那一段时间 你就很熟 那就应该就没问题 但是你整完一段时间 那一段时间很熟 跟着可能呢 你要隔到 譬如可能 两三个月之后呢 才再搞些类似这样的题目呢 那你真的不会 忘记得了的 那这个呢 就是自己整的一个缺点 那如果你说上网找呢 想找其实都找到的 推编法 那譬如你去George化啦 譬如你去Search 就是推编法 或者多边形周界呢 那其实都找到 类似这样的教材的 但是呢 就未必就是你的工作址的题目啦 譬如这个 我见到这个 哪个凤溪的小学呢 的律师做啦 那样的 那你就要用别人的方法啦 那都做到的 都做了 教权这样 那但是呢 如果要MAP你自己用开的 教科书呀 教材呀 Taylermade 那最多都是要自己做回 那你说难不难做呢 就不难做的 不过呢 这次我拍片啦 记下那个做的方法 那就是可能呢 三个月后再想出来再看 再重温 怎样再做 那我就这次就拍片呢 记录下那个做的过程 那将来呢 再看回呢 就帮自己的温书咯 所以拍片呢 其实都是一种自我温习的好处 好了 我们看这条题目的玩法先啦 这个整完了啦 那就 找这个这样的绿色的 多边形的周界 这个50cm 这个50cm 这个20cm 其实这个20cm 就是多余资料来的 其实 没有都可以的 其实 好了 这些不规似图形 好像是楼梯那样 那其实可以 那这样呢 就由某点开始拆开呢 那接着呢 这个可以动得的 这个可以动得的 那这儿呢 那这儿呢 有个隐形的grid 隐形的一个框架 那里 那某些位置 就会snap 在这个grid那里 那就是 那个学生玩的时候呢 可能拿着ipad scan scan QR code 找到这个教件 那他就推了 那有些可以动的 那这样 那老师给他的指示 可能就是 可不可以移动这个 就是多边形的周界 但是 令到他变成一个 简单一点的图形 那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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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其实可能就不是 唯一的推法来的 其实个学生可以 是这样都可以的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 向外推的一个 就是 推变法的 其实严格来说呢 就不一定是 这样向外推的 不过这样推完之后呢 他就会得到一个 比较简单的图形 就是一个正方形 50cm 50cm 那这个都是50cm 那加上就是 200cm 了 学生在这里 就写回答案 那其实严格来说 可以是 这样的 其实不一定是 向外推 其实他可以 向内推 不过 向内推呢 就有一个 没那么复杂的 多边形 就是一个L字的 对不对 就得不到一个正方形 得到一个L字形 那这个 这条片 20cm就有些意思的 因为你会得出 这条片呢 就是30 那不过呢 这条片就不知道了 对了 这个呢 不过这个题外幻 那无论如何 本来的原则就是 希望呢 学生就 透过 发现到 原来呢 他动的 他的周界呢 可以变得更加简单的 那这个多边的周界 和这个正方的周界 其实一样 但是面积不一样的 那所以这个绿色的 这个面积呢 是特意留在这里 让他知道呢 大家面积其实不相同 但是周界 可以相同 好了 我们接着呢 就看一看呢 怎样弄这个这样的教材了 进去 George.org 登记一个帐帐 可能Sign in with Google 这里我们就不多说了 进去Home 那基本上呢 这里已经可以 整教材了 你可以按这个 Start Calculator 这样 让我们试一下这个 Start Calculator 好了 那接着呢 这里我们可以选 我们不是说Graph 我们这次是一个 几何图形的教育件来的 所以我们选 Geometry 是啦 那不然这里可以有grid的 这里我们做的时候呢 不妨可以 show grid出来先 有些方便的 因为呢 就可以容易些 对位嘛 到我们真是 给学生玩的时候呢 可以收回那个grid的 是啦 在这里 好 那我们画那些线 那这个本来有个 不规设图 本来是有个多边形的 那就是 是啦 我们看这个 好了 我们看这个图形 是这样的 是啦 好像L 但是这里有个楼梯级 这样的形状 那所以呢 那所以我们就 留意啦 因为呢 我们推边法呢 那些边的长度是要Fix的 固定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就是我们要找找呢 Georgio牌有什么工具呢 可以帮我们去画这些线 那样 那你说用Line Segment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Line Segment 那这个呢 就这样啦 那但是呢 那Line Segment呢 比如你动它的时候呢 它这些都可以动的嘛 那条线可以动的嘛 那但是呢 那它闊度都可以动的时候呢 它就会 就是 拉长缩短 那不是我们想要的 那不是的 那我可以Fix的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Fix高值呢 那这一点呢 就不能动的 那但是A也不能动的嘛 那两点Fix了呢 那它就动弹不得了 那所以呢 那这个Approach呢 是不行的 那如果两点Fix了呢 那这条线 那怎么 就是动不得了 对了 动不得了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就是不可以用这种普通的Line Segment 那我们找一下呢 有什么线可以帮到手呢 那我们下去练一练了 那Lines呢 哎 有哦 segment with given length 那按这个呢 就是固定长度的Line Segment 那我们呢 就选 譬如呢 50cm 我们算5是50cm啦 那就是5个正方格 那这样 A B 那现在呢 我动它的时候呢 你发现呢 那B那点呢 就是动到 那但是A也动不到的Fix了 因为那个长度要Fix 其实这个是圆形的半径来的 是的 在Georgia Bar的世界里面 那你动A这点呢 就是整条线一起动的 那那 那条线本身是动不到的 就是track不到的 那这个Georgia Bar 小小的 它的设计这样 那我们 是的 没办法改到它的暂时 那基本上 这个已经OK的了 那这样 B这个是动得到 那但是呢 这个AB的长度 是固定的 是Fix了在那裡 那我们再画多一条啦 那这个呢 这个呢 可以duplicate的 是的 这个可以复制的 第二条线 那那这个LineSegment呢 就是 打动的了 因为呢 它有继续一个的正方形 是吧 那这里我们要跌完它了 是的 那但是呢 这些AB的线呢 这些Label呢 其实就不需要 在Fix图里面 那我可以hack了它 那样 好了 这样 召开了 prze 了 那呢 就这裡有两条 这样的线 那我们就将这个搬到这里啦 好 搞定了 那这个是Fix的 那这样 Fix的长度 留意這個所謂推邊法 其實基本上這個L的圖形 類似樓梯級的 其實只有一 二 三 四 五 五條邊是會推動的 有三條邊 基本上我們設計by default是應該推不動的 如果推動的話 都很混亂 沒必要 所以我們fix它 所以我們可以fix這個object的 fix這個點的位置 這樣就動不了了 現在這個unmovable的 那真的是movable的 其實是這五條邊的 一 二 三 四 五 五條邊 那我們繼續 還有邊是20cm的 我們就畫一畫一個line segment 2 跟著呢 這些label就 其實我們有想辦法可以直接hide 好 動它 好 這邊可以搞定 同樣呢 我們都fix了一點它 基本上這個也是一個fix object 好 還有這個 好 再想上一下 那我們可以save一save先 save online 那這個呢 叫做是 推邊 8 2 Private它先 好 跟著呢 我們就做一些可以動的 那邊的 其實那個原則都類似的了 那這裡呢 我當一個是1cm 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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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cm 這個2cm 3cm 不過呢 我們就不fix那些 就是頭尾的兩點的位置 好 我們繼續 好 我們畫一條 1cm 再複製 這個1 1 那 唯獨這裏有一點的issue就是 那些label呢 經常都是顯示出來的 其實呢 我們不想顯示 label 應該有辦法的 不過呢 將來再說吧 我試試不要收到menu 好 跟著 再做一條2cm 3cm 或1cm 再複製 啊 應該複製了 應該複製了 應該複製了才複製 這樣就好一點 做一條2cm的 再做一條3cm 再做一條3cm 可以在這裏直接關掉的 不用開關的menu了 這樣 這樣 拆開了那些label 它 那呢 留意gema 其實真的有些tricky的 這些小問題呢 都是很多時候阻礙弄 弄教件的一些問題 那 例如這個label 它還可以動的 那我修製了 因為這點我想是它不動的 那我把這條線放上去 很難的 動到 那放上去呢 咦 放上去呢 你發現呢 有時候都是幾難再搬出來的 對啦 現在這裏都是 因為呢 它們應該有很大機會 在同一個layer 那如果你另一點 答上是fix了呢 它可能選了fix那點 這裏你選不到呢 你想動的那點 那這個做法很簡單的 就是呢 你選這點 對啦 首先呢 unfix它先 分一分 兩點分開先 再fix 好了 第二點呢 踏下去的時候呢 你make sure它是保證在第二個layer 那我們這樣按setting panel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有個叫做 再選這一點 對啦 開到這個叫advance的panel 要選擇那點 那條線就沒有這個menu的 layer1 這樣 高一層 那就可以了 layer1呢 放下去呢 那你現在呢 可以 再選出來的啦 就是你喜歡怎麼擺 哪裏都可以 那有時候就是這些 這樣的小小問題 鍵住 那其他這些點呢 來看一下它選在這裏 這個也是動不了的 動到2 那這裏 那這裏我們應該 那上面那些動距都是動這裏 那下幾點呢 其實它都還能動到的 因為它有一個 對啦 其實下幾點它還能動到的 因為它有一個fix link 其實就等於一個圓形的半徑 其實我就不想 不想它這樣動法 搞錢 有些限制 就是推邊有些限制的 只是這樣推法的 那所以這裏呢 你都可以fix來的 除非你想給學生 多些彈性 就是推的時候 fix object 那你說fix下面那裏呢 上面那裏是 會影響它不動的 是不會的 是啦 這裏呢 它一樣動到的 不過呢你動的時候呢 下面這個呢 就不能再動的了 的angle 所以這個呢 是符合到我們的要求 那裏呢 那裏呢 我便可以把其他的邊呢 這樣呢 逐點逐點 這裡有1 2 3 4 4 4條 moveable的邊 好 我們繼續做了 好了 那這裏呢 那裏呢 是吧 是吧 動它的時候呢 是有困難哦 那所以呢這個點呢 那個layer 我們又把它set做是 layer2啦 好了 跟著呢 我想把這條b都推出 這裏呢 我已經是fix了啦 對了 fix了 那這個點呢 把這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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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高一點點啦 let's say 這個 layer呢 2啦 高幾層的 那樣 那你再動它呢 就 沒有問題的啦 那你也可以試一下 Layer1 可以不可以的 因爲呢 這個本身都是Layer1 我試一下Layer1 都可以的 照沒問題的 不用1.0.2 OK 好 要做它可以 可以搬開這裏先啦 OK 那這裏邊呢 我們要fix的啦 fix 第三點 對啦 第三條線 推得的邊 那這個呢 check check它的layer 可能Layer1 都已經可以了 Layer0 就一定有問題的啦 很多時候試聽不到 OK喔 Layer1 搬了它 那 尾的點呢 我們又fix它 好了 最後那裏邊 要推那裏邊 那這個呢 就放回去之前呢 check check set layer1 一二都不需要的啦 那這裏呢 都是fix的 好搞定 那現在應該呢 就可以推得動的啦 現在這個呢 搬到動 搬到動 這個那裏是fix了的 那這個都可以 這個都可以 這個都可以 對啦 這裏呢 還比較靈活一些的 比之前試的那個版本呢 是更加advanced一些的 那搬這些邊出來呢 那這些 它尾的點 動不了的 對啦 好啦 那基本上呢 都達到那個要求 好啦 那基本上這個都差不多 就是那個核心部分 這個概念部分呢 推邊呢 那個 就是做法呢 已經是完成了的啦 這裡已經 對啦 完成了啦 只是呢 需要呢 再做些美化的功夫 比如呢 加上一些 綠色的 格子下去啊 加上一些 長度單位 50cm啊 還有答案 或者標題 那基本上呢 那些是純粹 就是我們去整理它啦 那核心部分呢 技術都這裡已經搞定了 好啦 我們跟著呢 會做完那個美化部分 好 我們首先呢 加上一個 就是中間綠色這個 範圍裡面呢 面積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同一個形狀的多邊形來的 那我們畫出來 那樣我們可以用回 Polygon啦 那可能我們在 旁邊畫啦 就是不要跟這個直接 踩在一起 Polygon 是啦 這個護爐呢 跟著呢 畫回 就是 把邊緣出來 就搞定了啦 好 那這個比較簡單些 旁邊這些邊呢 就都是 對啦 這些label我們都是不要的啦 插上去 就這樣做 正一點啦 搬過一點 好嗎 一次個選擇 多幾條邊呢 不行的喔 所以沒辦法啦 這個呢 basic show label 插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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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連個object都插上去 好 連個object都插上去 那現在可以整個動的 對啦 整個動的 那但留意呢 這些邊邊呢 有機會都會動到的 所以呢其實應該都要 set到它是unmovable 我們穩陣些呢 就是 set這條邊啦 flex object會怎樣呢 對啦 這樣一邊 這條邊都動不了了 現在都可以動的嘛 那就基本上呢 應該就是我們 flex了它啦 可能真的要逐條邊flex了 我們希望呢 keep住這個動面的面積 好 那但是呢 那條邊呢 就flex了啦 就是這個面積是 跨死了的 這個 那看一下效果是怎樣啦 要搬到這裏 那基本上ok的啦 這個已經 是啦 基本上這個已經可以直接 放到這裏 那看一下你想不想 連這條 藍色的粗的邊呢 都 即是拆上它 這樣解釋的 那呢 我們試一下效果啦 不騷呢 就會這樣啦 是啦 那我們這個也拆上它 好搞定 那這個顏色就 轉回綠色啦 如果跟回你本書 書本的 那有顏色給你選的 就選這個 那那個 opacity呢 透光度也可以改改的 是啦 即是隨你設定這個 好搞定 那這個呢 我們就把最後搬到這裏 好 那基本上ok啦 或者呢 就可能呢 就把它放下一個layer才行啦 等它呢 在下面那一層 advance layer 0 是啦 令到 那條邊的周界呢 清晰一點 那另外 現在它還動得走的 那所以呢 如果你給學生玩 iPad會脫脫出來的 脫皮脫脫的 那所以呢 最後什麼事呢 中間這個呢 都要選一次fix object 那現在呢 就動不了了 對啦 那基本上呢 這裡已經搞定 好啦 跟著呢 我們加上那些label 長度的標籤 50cm 50cm 20cm 我們找一些文字工具呢 應該有個text 對啦 這裡 那你選一選呢 那這個呢 50cm sorry sorry 快煲了它 這個字都太小喔 那你只需要是 sorry 那這個字都太小喔 那這個留意呢 就是Georgia牌有個 有個有趣的地方就是 比如你剛才按了文字的tool 那你 打完那些字呢 你再用那個mouse left click的畫面 然後它又是想著 說呢 你想再加一個文字tool 其實你跟著想用那個move to select to的 所以呢 每次做完一樣東西之後呢 你都要再重新再select一次那個move to 那這個呢 是少少操作上的不方便 那好啦 我選回move to呢 其實呢 這個還可以set個font size的 那個大小呢 let's say 應該這個 是不是 對了 這裡還可以set那個 font size let's say large 那這些牙色可以set啦 那這些牙色可以set啦 除你啦 那這個可以複製啦 copy啦 duplicate 再製作一個是20cm double click它 20 搞定 那最後呢 加一個這樣的label 好 你能找出20圖圓的周界嗎 那我一樣用文字標先 那中文都瘦的 你能找出20圖圓的周界嗎 ok 好 轉回select tool先 setset size 好 做一個答案的 對啦 答案呢 這個 坐著 答案呢 是 給我一條橫摺它畫一遍呢 對了 記得cm 當然記得呢 做一個穩陣的一件呢 這些這樣的label呢 你都set回是fixed object呢 就會 錯手給學生呢 是move 移動了的這樣 那你基本上呢 這些全部可以set回 就是fixed object 這樣就搞定了 這樣就 麻毛一室 好 基本上呢 都大功告成的啦 這裡呢 就最後我們save了它呢 save online 可以變回share的啦 因為呢 現在是用得的啦 save 那你只需要呢 找回這條link啦 右上角啊 或者呢 或者我們按這個呢 save successfully 再按share 這條呢就是個link copy 那麼呢 那麼呢 你方便學生做呢 最好就 將它變成Krcode啦 或者呢 透過你的學習平台 譬如Google classroom 扔條link給他 不過呢 我就喜歡用Krcode的 因為scan呢 就直接用得了 那你 找求其一個Krcode的 generator的網站 然後呢 這個Krcode 就download了它啦 那你就可以 對了 給學生做個例子的 那學生拿著一個平板電話ipad 用個相機 scan一個Krcode 那他就玩得 這個這樣的 Georgia的教鍵的啦 好 那這段影片呢 就講了這麼多啦 那麼呢 大家就可以嘗試用這個方法去做 你的第一個的 就是 例如推邊法 就是 或者任何幾個圖形的 教鍵呢 其實Georgia是一個好的工具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OK 拜拜